四山寶臉書 秀書立法院人事處投保薪資 直指高鴻安助理 實際薪資與健保投保金額 有所出入疑似高報健保費 剛開始前四個月 他是幫保兩萬八千八 然後四個月之後 是剛剛保四萬八千二 但是這兩個數字 其實都跟這四萬塊對不太起來 所以他就說很奇怪 為什麼就是他明明一口價是四萬塊 可是他的那個健保費用 會這樣子浮動 浮動 浮動 健保明細曝光 高鴻安助理實領薪水四萬元 一開始前幾個月 投保金額是兩萬八千八百元的急距 但後幾個月又變成投保 四萬八千兩百元 低薪高報 讓人匪夷所思 他的一口價 根據視察毛揭露的這個相關數字 居然只有四萬元 哇 那這個差額的五千元 跑去哪邊的 議員質疑高鴻安向立法院申報的助理薪水 跟助理實領到的有落差 多出來的錢跑哪去了 以健保投保金額分級表來看 四萬元薪資介於投保等級12 但是高鴻安幫助理投保薪資 卻是介於四萬五千八百零一元 到四萬八千兩百元的等級16 也就是說至少扶爆了五千八百零一元 案件將進入審理階段 相關內容會向法院來說明 高市長與團隊會更專注於市政之上 感謝大家的關心 高鴻安案如滾雪球般越爆越多 去年選舉率先踢爆的前議員 林根仁再度喊話 要三位在野總統參選人 別不問是非 勿挺高鴻安而洋入虎口 三位在野新聞 各位喜歡看別人 臺北才能不能